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举办地震避难示范演练 过程逼真 今年市府还加码赠送生命之敌给全校师生 如果不幸受困时可以提高过救机会 9月21号早上9点21分警报声响起 小朋友赶紧躲进书桌下 确实执行趴下掩护稳住抗震保命三步骤 在地震来临时先保护自己 因为就是可以比较容易不会死 第三个稳住就是因为地震太摇得很厉害 你整个人要稳住 为了提醒民众实施做好防灾准备 9月21号国家防灾日 金融市政府特别在有1200多名师生的 建德国小举办地震避难演练 学生带起防验型防灾头套 在老师带领下迅速离开教室到操场避难 过程中还操练学生 借由溜滑梯加快逃生速度 事实上我们每年都有举办这个防灾演练 最主要就是让小朋友们随时能够提醒 知道地震来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 尤其很重要保命的三原则 也就是趴下掩护稳住 刚才看小朋友们他们的动作也都非常确实 然后疏散的时候也一样希望能够仅然有序 不要推不要跑 然后不要吼叫 那保持镇静 那我想这些都是基本的原则 主要就是在平常的演习 就能够让大家知道 除了进行伤患救护等演练外 金融市政府今年更加振生病之敌给全校师生 万一受困倒他建筑物时 可以通过敌生引导搜救人员进行搜救 事实上在市长上任之后 已经第六年了 那个每年的新生都有给一顶防灾头套 那所以等于说国小的每个年级 现在每一个学生都有一顶防灾头套 那这主要就是他们随时的期待 可以在地震来临的时候 随时可以做好第一个防护的动作 那今年也会很特别的 万一在有一些灾况 那你需要求救的时候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做 那也就是生命之敌 那我们今天也会颁证给建德国小的每一位老师跟学生 让他们在随时攜带有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 金融市消防局也在现场规划烟雾体验区 河安VR宣导区等六个宣导站 让小朋友透过亲自体验互动 建立灾害预防概念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金融市政府耗资三千多万 针对暖东峡谷园区的环山步道 广场修气区及导览指标等设施进行改善 甚至还规划了亲子留滑梯 好玩又好拍 在金融市长林又昌 立法人蔡思英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 产业发展处长黄建峰 与市议员林敏勋等人共同检采下 整修多时的暖东峡谷油气步道正式启用 这项耗资三千多万的观光工程有四大亮点 包括入口异象 多处广场修气节点 手作步道及导览指标 这一次我们也以不破坏生态的方式 以手作步道的概念 做了一个比较自然的步道的整理 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整个小环的部分 大概有1400公尺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我们把它整个重新做整建 第二个部分我们在入口异象的部分 大家知道我们的淡南古道 就是以双扇绝作为异象 而整个暖东峡谷 大环小环所交织起来的 整个暖东峡谷也很像是一个 双扇绝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我们特别在入口异象的部分 打造了双扇绝的入口异象 我们针对我们的广场的节点 也做了很多的整理 第一个是我们入口的这一个暖心广场 那这个广场的部分 我们也做了一些整理 包括停车场的部分 还有包括它原来的这一个入口整个的 廊带它的走廊是没有办法遮雨的 那这次我们也一并做了整理 同时也把这个双扇绝的意象 放在整个暖东的暖心广场的这个广场上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的这一个服务的中心 那这个部分可以说是西东驿站 那这个驿站基本上它是位于进入大环跟小环的一个服务中心的节点 所以这一个广场我们也重新做了一些整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翠霞广场 这个翠霞广场过去呢 就是只有几片的这个遗留下来的遗购在这个地方 但是来到这个地方的旅人呢 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休憩空间 可以在这边休息 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个翠霞广场的规划 那这个翠霞广场我们是做全宁市的一个服务的规划 一二三下 我都下不去 这个很快 立法人蔡世英跟协同市议员李敏勋等人 抢先体验这一处以园区景点 滑步为灵感设计的亲子溜滑梯 直说是很棒的亲子互动设施 蔡世英强调未来如果有机会接棒 将继续推动软东峡谷二期改善工程 我都在其他有两条 一条给小朋友滑的 一条是泥姿比较大的滑 那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大家彼此的情感更加的快乐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户外的 空气也非常的好 那尤其是有很多的芬多金 所以世英非常推荐大家来到这个地方 那未来世英也会来努力 推动软东峡谷的二期工程 让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机能爱玩 也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旅游区 尤其是它是具备一个历史意义的 淡南古道的中路的部分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陈一路走到上方百年土地公庙的 金融市长牛昌表示 软东峡谷是淡南古道中路 也是重要的观光休闲步道 金融市政府近几年投入很多资源 针对步道 量亭及指标等公司进行全面整修 加上串联周边露营区及大金农场等游济景点 形成文化路径 希望吸引国内外游客亲自来体验 软东峡谷之美 说实在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滑铺觉得非常的有特色 那这一次的小湾的步道也把到滑铺的一个路径呢 把它做了完整的一个整理 那我上次走到土地公庙那边 我其实是很想撩过那个K 就是这个走到这个西的对面 然后再往前面走 因为那个整个山市 我觉得是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漂亮 很吸引人 那不过大家听市长这样子讲 可能没有办法 这个真的去感受到 我建议大家还是亲自到我们暖东峡谷这个地方 来走走看看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 关销柱方面表示 暖东峡谷分别规划有大环步道及小环步道 其中小环步道全程约40分钟 大环步道则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民众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与状况 选择最适合行走的路程 轻松体验暖东峡谷丰富的生态与自然美景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照片来看金融市政府进行中正路建物红砖屋 修复活化工程 市长林又昌和立委蔡世英 水产实验所所长陈君如 产发处处长黄建峰 持锤集砖 期盼工程吉祥圆满 未来成为清创富裕基地 321第一招 基地昌龙工程顺利 基隆市长林又昌 立委蔡世英等人共同持锤凿砖头 为中正路上这座水产红砖屋 启动修缮工程 吉祥圆满 这座红装物建筑原为农委会水产线所的房屋 建于民国37年 因为基地年久失修 市政府完成了建筑物的耐震评估 及空间设计作业 未来将进行建物和空间的修建 打造青年的创业核心基地 地方现在都发出也正在进行整个正宾街区 廊带的一个规划 所以当刚刚在讲的旧一会大楼一直到正宾旧派出所 以及色彩屋 还有这个水产的这个红砖屋完成之后 我们启动街区的一个载造 就会把这样子一个效益在往旁边周边的社区 来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扩散 当然也就可以改变我们周遭老旧社区 整个的一个生活和金额品质 日前有开过关于地方创生的一个记者会 是因为来的主张是四大创生的基地要开发 包括我们的正宾 包括我们的这个委托行 那等等的许多地方 但是其中一个就是青年创业的基地 就在这个地方 那市政府跟水市所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也非常感谢水市所愿意将这个地方让出来 可以让市政府来做后续的开发 开发完毕之后 就是我们的青创的基地 那这个青创的基地 就是让地方创生能够注入这个地方 那我刚才除了这个地方之后 我特别在提醒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港公司之前有盖了一个育成中心 目前正在跟市政府在做 后续的这个使用的方式 那我还是主张那个地方 应该要推动育成中心 作为另外一个港公司的海洋育成中心 让所谓的地方创生能够遍地开花 那我觉得这是对基隆的产业发展 青年的返商创业是最有帮助的一件事 红砖屋修缠工程约250个日立天 预计明年下半年完工 未来透过红砖屋串联正命与港 伪创聚落 将带动正命郎带接触的发展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民间党金融市长参选人蔡世英 提出了人形环境改善政见 包括了庙宇公共空间等 持续改善无障碍设施 邀请专家学者实际勘察 并选定优先示范区 推动人们友善环境改善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亲自推着轮椅走无障碍设施 民进党金融市长参选人蔡世英 提出了人形环境改善政见 在基隆的庙宇里面 千安公司少数完成无障碍设施的庙宇 那对于很多的需要这样辅助的朋友来讲 他们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性 那所以我是因为来有机会来接棒佑昌市长的位置 来担任基隆市长的过程当中 我希望来推动基隆市的庙宇无障碍 空间无障碍化 那我希望让所有每一个来拜拜的信徒们 不会因为他身体有什么的缺陷 或者他身体有需要服务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完成他心灵上的一个寄托 今天不要说我们身上走 因为我们走向老年化的社会 所以说有一些老人家要出来的 还是要就医什么的 我跟你讲这个无障碍工程 绝对是很需要的 对啊 包括人形友善环境 架空缆线地下化 出席的基隆市议员佟志伟 和西区议员参选人陈君佐 提出未来的规划 过去这几年来推动的电感下地 已经在某些地方已经推动了 那是因为未来 也要继续把这件事情列为重要的工作 继续持续的推动电感下地 然后也把整个人形步道的这样的空间 把它做得更完善更好 那第三个就是在我们基隆的重要的区域 建立一个无障碍空间的示范区 那透过无障碍空间的示范区 让所有的身上朋友 每个需要的人 甚至是有家长推婴儿车的朋友 他们在这个地方都能够享受一个 非常好的人本的环境 那今天我选择这个时间点开记者会 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 就是希望城市不是只有车子在走 城市应该是以人为主 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城市 那是因为来希望 我们可以建构一个基隆 就是让它一个以人为主 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城市 过去人海区是非常早期开发的城市 从日治时期开始 那南农路呢 是在没有高速公路 基隆跟台北往来之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省道 所以过去的观念跟概念 是从汽车为主的规划 来的规划道路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应该回到以人为本 所以南农路长期是两侧 没有这个人形空间 那我们今年呢 特别跟蔡市应委员合力 在中央争取了这个 3000万左右的经费 内政部营建署的补助 那我们这是铁三角模式 蔡委员中央争取经费 那我在地方协调工作 那市政府政策支持 那我们从南农国小作为核心 会从两侧延伸做人形步道的空间 包含这个人形道空间 会扩大到2.4米左右 那我们岛头呢 譬如说南农国下来 它有一个岛头 然后沿接到对面的取水街 我们会把这个人形空间 那个叫什么 人形穿越道 把它缩短 让大家都可以好走 感觉是舒适 让学童也是安全的 未来呢 我们会从 像我们今年做好了 中一路的地下道 未来我们会把市中心 全部串接在一起 希望透过步行城市的推动 改善我们仁爱区的步行环境 那未来我们蔡市应市长 如果有其他地区要重化的时候 一定要把人形步道 还有地下电缆化 纳入我们的设计以及规划 因为曾经在五期重化区 因为没有人形步道 发生公车 把那个上学的小朋友的脚 碾过去 因为五期重化区里面 有一个深美国小 那边孩童非常多 包含新峰街的孩童 也来深美国小上课 所以人跟车混在一起 很容易发生危险 力挺蔡市应的证件 包括金融市不动产 既都市更新学会理事长周胜杰 建筑师工会理事长连贵金 叶百合文化促进协会 常务监事杜宝荣等人 都出席记者会 记者黄少鸣 金融报道 金融市长参选人谢国良 为了要打造金融 成为有爱的城市 特别拜访了金融子弟 相当知名的士障钢琴家 许哲成 希望未来邀请他 担任金融的音乐爱心大使 让哲成的生命故事 启发更多人 让爱循环 看不见 他读小一小二是读启明 然后到小三才回到 五四个国小的周度 但是小四之后 就走入音乐班 其实责任走上这一条路 不是我们科研来的 就是因为小时候 我舅舅从新加坡出差回来 带了一台小的卡西欧钢琴 电子琴给他 然后我爸爸唱老歌给他听 然后他都可以弹 他都可以弹 对 所以你们只要想唱什么歌 他都可以弹 然后就慢慢走上这一条路 因为我想要打造是有爱的城市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说做我们的音乐爱心大使 那什么是音乐爱心大使呢 就是说我觉得主要就是可以代表基隆 这个想要推动这个有爱城市的理念 到各个县市 专门就是给特殊的孩子 跟特殊族群的家长 来给他们一段感动的 幸福的 有爱的这个钢琴演奏以外 可以分享一下 他则成是如何从一个看不见的孩子 一步一步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钢琴家 我觉得他的故事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感动人心的一个奋斗史 当时我听到他的声音 然后还有听到分享小爱的故事 我就觉得国良哥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爸爸 他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爸爸 因为一般的爸爸可能都是很严厉的 很严肃的 很非常的 那那是因为对待一般正常的 可能像我们这样子调皮的孩子 可是如果像对待小爱这样子 就不能用这种严肃的方式 就要用小爱的方 要用很有爱心的方式 要很有同理心 那我觉得国良哥的同理心 不只用在他的孩子身上 也用在了别人的身上 那从他那个时候在餐厅里面所表达 自持出来的声音我就可以感受出来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国良哥来我家 那我觉得就要用这一首李斯特的爱之梦 来回报给他这样子 来表达我内心对他这种 有同理心跟爱心的一种极大的肯定 然后跟期许 那种期许就是这个同理心跟爱心能够 那未来能够 因为我是基隆人 那国良哥更是 更是基隆人 那我觉得能够在基隆 台湾的 台湾的最头 来发挥这个爱 爱从头开始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件事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抓住夏天的尾巴 欣赏闪亮亮的海景光光 9月24号礼拜六 一起来基隆市外幕山走走吧 全国万人见走大会吃 健康乐活 来就送精美纪念品 现场还可以抽大奖 9月24号上午8点 与你相约在外幕山渔港前光创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 目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 参拜感受伐喜 各位朋友请注意 土地如符合地价税自用 及减免规定者 请记得于9月22日前提出申请 错过要再等明年咯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取习于金星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金雕士温牧山惊传了一起溺水意外 昨天下午四点多 一对父子下海细水 56岁的父亲突然遭大浪卷走 救生员健壮紧急下水展开救援 人被救起时已无生命迹象 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止 大五轮沙滩发生了溺水意外 救生员将男子救上岸进行CPR急救 救护车抵达赶紧将人送医急救 事发在21号下午四点 一对父子到外木山细水 50多岁的爸爸突然被水流带往深处 一转身人早就没了踪影 20多岁的儿子紧急向救生员求助 岸巡也到场帮忙 无奈人被拉上岸时 就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对 他就是在那边游游游到那边 然后遇到应该是遇到流吧 流出去 然后我们就划毒木舟跟人过去 然后他一直流到右侧那边 然后就呼吸行员找不到人 结果又被流进来 因为我们是在水桩海星从岸上过来 他流进来 没有上来就做CPR 50多岁的父亲送你抢救 但仍然宣告不治 回到岸边 救生员在岸边竖起了红旗 就是要提醒游客 为了安全起见 千万别下水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现在的时下年轻人 在网络世界中关心什么在意什么呢 带你来看金融商工学生参访中加宽频其容 各项精密的科技设备外 更展现了自我价值 比照谈话节目的模式 录制短片 将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的能力 发挥得零零尽致 现在时下年轻人在网络世界中 关心什么在意什么呢 金融商工学子分组讨论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 从电玩产品的分析 网络用语的类型 对数位中介法的看法 还有远距教学的美丽与哀愁 这些主题 展现自我的思索价值 比照谈话节目的模式 将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 发挥得零零尽致 我喜欢第一人生视角 像是FPS系列的策战樱 或是决胜时刻 因为这类的枪战游戏 像素做得越来越高 画风也越来越精致 一开始对电视台没有什么概念 然后今天看到这个场景 觉得哇 好大 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自己会来到这种地方 让我知道上台多不容易 然后我学习到很多 上台的基本知识 之前都不知道 但现在知道很多 中家宽评吉隆 不只有线电视业者而已 还有专业的新闻制作团队 跟摄影棚相关设施 透过体验媒体作业的流程 让极欧电视能善尽 在地媒体的企业责任 共同促进媒体试读的工艺教学 我们也对这个电视台部分 也是一个门外汉 然后让他们体验到 电视台一个拍摄的困难度 专业度等等之类的 然后也跟我们的那个 资讯和主题 做一个结合这样子 相信他们的收获应该是蛮多的 感谢中家很捧场 很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再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带更多班的学生来这里 那其实现在应该说 除了跨领域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在学生的分组学习上面 那其实这一次的议题 也让学生去做了一些分组的讨论 那也是比较受用的 金融商工推动生涯探索 不遗余力 安排学生透过实地参访 体验在地的 金融有限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节目制播 每个环节环环相扣的重要性 中家学院赞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七堵明德国中的旧宿舍群 到底要不要保存呢 金融市议员杨秀玉是相当的关心 要求市政府 如果这个宿舍群不是占定骨鸡 或者是骨鸡 就释放自由吧 规划改建为在地居民需要的停车场 或者是活动空间 市长林悠昌回复 不是占定骨鸡 目前是审定劣策追踪 七堵明德国中旧宿舍群 到底要不要保存呢 金融市议员杨秀玉很关心 要求市政府 如果宿舍群不是占定骨鸡 或是骨鸡 就释放自由吧 规划改建为在地居民需要的停车场 或是活动空间 包括这个大基隆历史场景在线的一个整合计划 文化部 他还核定总经费9亿 128万元 七堵的明德国中 整个校区的一个救赎社群 到现在还在开审议会 还在研议 还在拖 还停在暂定历史骨鸡的一个地位 那请问 是没钱修复吗 9亿128万元 还是真的是不符合历史的一个 古迹的一个定位的一个标准 还是说 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本习希望说 你在卸任以前要做一个交代 如果说真的没有钱修复 你不重视七堵 也没关系 你就把它释放自由吧 暂定历史古迹的一个定位 重新规划 改造当地居民真正有感的 需要的 比如说在地的一个停车问题 我们在地的一个活动空间问题 我们可以往这一方面吗 市长林佑昌答复表示 不是暂定古迹 目前是审定列策追踪 跟大金融历史场景 大金融历史场景 它是有一整串的一个串联 那你提到的明德的述册 它是单点 那另外它也并不是暂定的古迹 它也并不是暂定的古迹 好 所以在这边针对杨秀岳一作的问题 简单做回答 那个不是暂定古迹 它现在是已经审定列策追踪 它并不是暂定的古迹 至于什么是审定列策追踪呢 市政府文化局表示 就是确定不是暂定古迹或是古迹 原则上可以让宿舍群主管单位 市政府教育处做其他的规划利用 不过如果要重新规划宿舍群 未来使用方向 还是要知会文资审定单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青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点赞 给你 好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